清代有个叫秃鹰的红罗平家 点评贾探春的一段话深得无心 他说 可爱者不必可敬 可谓者不负可亲 非至之难 兼之时难也 探春品介林靴之间 才在奉平之后 无爱之 玄富敬之位之 一富亲之 可爱 可敬 可谓又可亲 这便是贾家三姑娘探春 探春魂名玫瑰花 又红又美 又亮又香 才华横溢 强干精明 自清代以来 并有读者读脸之 然而完美如他 也有难以撇清的脏水污点 让人揪着不放 那便是他对生母赵姨娘的态度 我所见过最激烈的 就是民国风雨人物 汪继心的客渡评论 他说 探春一生大恨 是不在王夫人肚里爬出来 却是从赵姨娘肚里爬出来 但既如此 却又无法 只肯拿定主意 爬在王夫人身边 而与赵姨娘断绝关系 关其一生对于赵姨娘 斩钉截铁 身必顾具 全无一点毛里之情 又说探春对赵国基事件 发表的言论 是绝无天性 令人霸指 行论探春时 汪继心这类论调 并不显见 还有信息的读者 说探春从人前到私下 从未喊过赵姨娘一次娘 可见冷酷 也有说他不仅亲近 敌母王夫人 远着亲娘赵姨娘 还亲近敌兄贾宝玉 远着亲弟贾桓 可见其势力 然而我想说 指责探春冷酷势力的时候 也请务必考量一下 他的生母赵姨娘 到底是什么 想让探春做什么 探春又都做了什么 如此衡量过后 方知探春 哪只可爱可敬可畏可亲 更可让全天下女子 为之一哭 一 不是下人 是下流人 诚然 竖出身份是探春的劣势 就像第55回 凤姐跟平儿说的那样 你哪里知道 虽然竖出一样 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呢 将来叛亲时 如今有一种轻狂人 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处 多以为庶处不要的 第74回 查抄大官原始 王善宝家的赶翻探春一群 也是因探春的庶处身份 含了一层轻视 寻思道 哪里一个姑娘家 就这样起来 况且又是庶处 她敢怎么 自周公治理一来 儒家社会都十分强调 尊卑有序 敌术有别 三国时期 袁术瞧不起庶处兄长袁绍 撕破脸时 都敢骂她 群术不从吴 而曾无家奴乎 输出身份 的确给不少历史众人 带来了一辈子的压力 和性依应 但我认为 让探春产生压力的 还不是输出的身份 真正让探春修难难堪的 是赵姨娘的为人和形势 红楼梦里 赵姨娘出场不多 但每次出场 都是又蠢又坏 火花死尽 赦账给宝玉凤姐下咒 趁得愿 就屁爹劝贾母 赶紧把孙子埋了吧 被贾母骂换账老婆 跟方官等小戏子们打架 结果寡不敌众 被小戏子们搓揉成个面团 挑唆采云给贾桓偷东西 俩人闹掰了 贾桓把东西摔了采云一脸 他却生怕采云把脏物带走 小心试探 还想再收起来 再有就是听离茶壁 专根管事的媳妇婆子们 互通手尾 嚼屎声势 可笑 可比 可赠 可贤 一见人事不干 一句人话不说 这种妈 搁谁身上谁受得了 导演李安接受采访时 说 我做了父亲 做人家的先生 并不是说 我就可以很自然的 得到他们的尊敬 你每天还是要来赚 他们的尊敬 这个是让我不懈怠的 一个原因 尊敬不是天生的 也不是施舍的 而是迎来的 做人父母 想获得孩子的尊敬 和尊重 亦得如此 做个体面人 有三分一本事 自然会获得世人的敬重 若本领实在平常 形式体面正派 也能获得相应的尊重 赵一娘这种 不当人的形式作风 世人都会瞧她不起 又怎么能让心高气傲的 探春亲近镜中 探春绝非因为赵一娘的 妾室地位而疏远她 实在是赵一娘那 因为比键的见识 与婚馈不堪的做派 让她心生彼薄 又处处难堪 拼儿连个妾室都不是 只是通访 鸳鸯一直是个奴婢 可不论读书人 还是书中人 又有哪个 把她两个小瞧了去 赵一娘却不懂这个道理 只当人人欺辱她身份低位 便是她一手带出来的假环 也是如此 跟丫鬟打牌输了 放刁赖账 却说别人都欺她 不是太太养的 怪大王西凤会骂她 叫这些人交的歪心协议 自己不尊重 要往下流走 安着坏心 还只愿人家偏心 不自重者 必为人轻视 不自重也不尊重别人 她想踩别人的头 自然也会被别人踩回去 赵一娘去找方官时 方官见她来 往起身陪销让座 是赵一娘自己 把东西摔了人家一脸 又骂人家是粉头娼妇 人家这才接了她的巴 说她是 没将败把子都是奴妓 你瞧周一娘 怎么见人欺她 她也不寻人缺 探春这么明白的话 喊在赵一娘脸上 也喊不醒着 自甘下流的刁丸余妇 二 血缘勒索 无休无止 除了刑事颠三倒四 媚媚诽谤声势 代理探春也跟着丢脸外 赵一娘更让探春抗拒的 是她的血缘勒索 悲剑的出身 可笑到头脑 导致赵一娘的见识 也急因为短浅 第二十五回 跟马道伯提起王西凤时 吓得赵一娘直咬手 又悄声道 了不得了不得 提起这个拙 这一份家私 要不都叫她搬送到娘家去 我也不是个人 搞到钱 就要搬回娘家去 这就是赵一娘认知的天花板 她哪里知道 像王西凤这种出身的千金万金小姐 根本不会像她这样 攒到撒瓜俩嫂 就要搬回娘家接济兄弟 娘家反而是他们的靠山 贾王史靴四大家族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彼此扶持互相照应 而彼时 王家远比贾家声势更壮 王子腾一路扶摇直上 又是经营节度史 又是九省统治 又是九省督检点 打个可能不很恰当的比方 其职位就好比是 《真环传》里的年庚瑶 全是滔天 正是四大家族的支柱人物 我们王家和哪里来的钱 都是你们贾家赚的 别叫我恶心的 把我们王家的弟凤子扫一扫 就够你们过一辈子了 第七十二回 王希望嘲讽贾连的这段话 跟赵姨娘嚼到这蛇根子 可谓摇香呼应 可赵姨娘眼界认知如此 她对探春 并也是这个要求 搞到钱 都要接紧还儿 接紧赵家 探春攒几掉钱 让宝玉给他带些 普尔不俗的小玩意儿 他立马去跟探春哭穷 说过得怎么难 怎么穷 你怎么不把钱给还儿 探春会打些宝玉 给宝玉做双鞋 他就指责探春 正经兄弟 鞋搭了袜搭了的没人看见 却给宝玉做这些 探春刚开始当家 触入小心步步烦难 那些管家婆子们 个个十八八五亿 上头一脸笑 脚下屎绊子 等着瞧探春笑话 只待他出丑 便轻视于他 赵姨娘兄弟死了 至少二十两还是四十两 本是小事 但于刚开始管家的探春来说 却是个考验 若是他上了管家媳妇 无心当家的当 不问旧例 胡乱想了 便会被认为是个糊涂虫 从此难以扑众 若是他破了家生子 二十两両丧葬费的惯例 多放几两银子 则会被认为寻私枉法 不可托付管家 若是他寻了家生子的旧例 没有外头买的行人的多 则又会面对赵姨娘这头麻烦 凤姐让平儿马不停蹄 赶紧来给探春送台阶下 结果还是没有赵姨娘的小脚 倒腾的快 只见赵姨娘这亲妈 一头扎进屋里 兜头便泼来一盆脏水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满地打滚 指责女儿探春 没有长羽毛就忘了根本 只剪高枝飞 不拉扯拉扯他赵姨 去来踩他的头 外头围着一层管家媳妇 都在瞧着上任新官的新鲜好戏 嫂子王西放 尚起体谅探春的处境 知道探春能否站稳脚跟 且看近日伸出脸来 让探春来打了李威 还千叮宁万嘱咐 让平儿万不可替自己分辨 赵姨娘这亲娘 就要多蹭这几两银子 让她公开寻思 左右为难丢脸出丑 如今因看中我 才叫我照管家务 还没做好一件事 姨娘倒下来作见我 探春滚下泪来 我也滚下泪来 赵姨娘的丑态丑行 和永无休止的血缘勒索 是探春永远摆脱不了的痛 在探春身上 我看到了哪吒小谷割肉的悲愤 也看到了繁生美式的血泪 她生了你 你就欠了她 你要还她 还赵家还兄弟 你不是独立个体 而是生出去的根系 是工具人 你的一切任务 就是抓取一切营养 给娘家这个母体书写 胆敢说个步子 你就是不孝 忘根本白眼了 不知有多少女性 对这套话语体系熟悉 赵姨娘生了假探春 假探春就欠了她赵姨娘一笔血债 这笔血债 便是一张空白支票 要填多少才算完 全靠赵姨娘一张嘴说了算 面对这种勒索 该怎么办 探春举起了手里的盾牌 那便是宗法制度 敌数尊卑 在探春看来 尊卑敌数这个客观现实 其实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赵姨娘的因为比 简慌当可笑 亦可无奈容忍 但是这种血缘勒索 确实要绝地反击 探春每次抬出敌数尊卑 将赵姨娘坏个奴才一类 都是被赵姨娘血缘勒索之时 这一招 便如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七张拳 若要伤人 先要伤己 反复表白 生母家人都是奴才 她身上有一半奴才的血 搞一个冷酷寡情人设 与她假探春 又有什么好处 她只是被赵姨娘逼在墙角 无奈为止 她的心里在挣扎 在唐喜 三 并非绝情 暗中回忽 其实探春 并非跟很多韩文说法一样 不认赵姨娘 否认她生母的身份 就像赵姨娘因丧葬飞大闹时 探春说的那样 何苦来 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 也不知谁给谁没脸 她身知无论如何 她都已跟着生母保定 所以才会说 倘若王夫人知道赵姨娘来闹 不叫她管家时 那才正经没脸 连姨娘也真没脸 她不是在断绝 跟赵姨娘的关系 只是不愿 按照赵姨娘的理想 那样发展关系 薛姨妈要出大官员 赵姨姨妹时 本想探春的秋爽斋宽敞 但因赵姨娘和贾桓 时常来曹瓜 这才没搬过去 赵姨娘一次去香烟馆 看望黛玉 黛玉一下便知 她是从探春出来 他们母女的来往 其实频繁 赵姨娘去找方官撒泼钱 贾桓就曾顶她 这会子又调骚我和毛丫头们去闹 你不怕三姐姐 你敢去 我就扶你 若是探春 自认为跟赵姨娘没关系 又何苦操心 实施管束赵姨娘和贾桓 不让她四处发颠 丢脸败姓 探春对生母的回忽 其实都在暗处 最明显的 就是跟小戏子们打架那次 小戏子们 把赵姨娘撕打得不可开交 管家人们出现的时候 赵姨娘气得瞪着眼 粗了筋 气急败坏 口齿不轻 探春见状赶紧说 我正有一句话要跟姨娘商议 怪盗丫头们说不知在哪里 原来在这里生气呢 快通过来 拉拔离开这丢人现眼的戏剧现场 蹬着游士和李丸的面 探春面说 我劝姨娘且回房去傻傻心 别听那些混账人的调琐 没得惹人笑话自己呆 白给人做粗活 又向游士和李丸说 赵姨娘是不留体统 耳朵又软 心里又没计算 这又是那起没脸面的奴才们的调情 作弄出个单人替她们出气 这哪里是不认亲娘 明明是做女儿的被连累着丢人 还要强称替亲娘开脱 事后探春越想越气 兴师动众 非要媳妇们去调查是谁调缩的 此后赵姨娘撒泼 下脖子半道上铸了一把邪火不假 但赵姨娘本就是气势汹汹 要找方官算账去 苍蝇不定五缝的蛋 还是赵姨娘自己要信奉作了 探春未必不止如此 所以爱官偷偷报告 说她近眼撞见了 就是那下脖子搞了鬼 探春也只答应 并没有据此办了下脖子 她让人调查 不是真想揪出个人来 而是目的有二 一是向人宣布 赵姨娘之所以闹这么一出 是被人嘲作的 降低赵姨娘的愚蠢可笑之 二是向那些作妖的媳妇婆子们宣布 再敢借着或住着赵姨娘声势 便是与她假探春为难 探春这番苦心 赵姨娘不懂 其他人却懂 所以平儿明知彩云的贼赃 都在赵姨娘处 却会瞒了下来 因为打赵姨娘的脸 就是打了探春的脸 探春真的在意 对赵姨娘和假桓 探春做不到 西春对入化和凶草那样绝情冷心 不做狠心人 难得自了汉 西春是个出世的人 做得了自了汉 探春却是个入世的人 做不了自了汉 生母是个下流人 不停对她进行血缘勒索 她却无法真彻底狠心绝情 这便是探春的三点可悲 四玫瑰生刺 暗含血泪 我们说原生家庭顾忌 之所以难以治愈 就是因为什么伤 也遭不住反复被接 捅一块窗疤 无论你把自己修炼的多好 只要一回那个环境 就立马把你打回原死 这块反复被接 永不愈合的窗疤 就会变成刺 变成雷 变成炸弹 一碰就疼 一戳就薄 一点就炸 因为这块窗疤 承受了你一生的血泪 敏感和紧张 不堪的赵姨娘和她的勒索 就是假探春的那块窗疤 也是她这朵玫瑰花 格外扎实的云 探春每次无差别攻击别人 都是赵姨娘的血缘勒索 被人提及或者支持的时候 宝玉说赵姨娘 怨探春不给假花做鞋 说她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 探春立马炸了 说连你也糊涂了 她那想头自然是有的 不过是那因为别见的见识 赵姨娘说探春不拉扯她们 李婉傻兮兮的劝 她满心里要拉扯 口里怎么说得出来 探春立马又炸 大嫂子也是糊涂了 我拉扯谁 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 她当然不能轻轻热热叫赵姨娘吗 一旦她放弃了理发这唯一的屏障 赵姨娘又不知会拉她去干什么 而探春因竖出身份 表现出的超高自尊 比如王善宝家的心拍衣群 她就敢大耳瓜子删她 我认为这跟自卑无关 探春只是知道这块是自己的短板 所以更要硬起手腕 捍卫自己的尊严 不容小人见她欺辱 竖出的确是探春的劣势 他都是举止有度风姿特秀 如玉山上行光彩照人 这点劣势并未在探春人格上投射出阴影 父子子孝胸有帝宫 即便最正统的儒家理论 也不是说只有无条件顺从才是小体 而是说子孝的前提是父子 帝宫的前提是胸有 就连杀父士君 这种儒家观念里的头等大罪 别人问孟子 那五万伐咒岂不是士君时 孟子都说 无不闻士君 只听闻杀了一个叫宙的老皮肤 探春不愿和赵姨娘同流活屋 又有什么罪过 可笑汪继心说探春 只因嫌弃生母的地位 便拿定主意爬在王夫人身边 王夫人派王熙凤等查抄大官员的时候 反抗最激烈的就是探春 见管家人这等丑态 探春命丫鬟屏竹开门 严阵一带 怒斥 这样的大宿人家 若是从外头杀来 一时是杀不死的 却先从家里自杀四灭起来 才能一败涂地呢 那一晚 探春不只是打了王善宝家的脸 更是打了王夫人 邢夫人和王熙凤的脸 这就是探春的魄力 红玫瑰就是红玫瑰 他只对自己的见识负责 我们这样的人家 外头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小姐 何等快乐 说不出我们这里 说不出来的凡男更厉害 哭假探春 哭烦胜美 哭所有在夹缝中艰难为人 却还能光彩照人的女性 感谢大家的观看关注 和三连投币 我是盛世宇 这里是明珠小台 那么下期见